大家好,又是一百個怎麼辦的時間 子女很多時候都覺得我們不理她,不聽她,又不明白她 為什麼對她們一點同理心同情心都沒有呢? 我想一下會不會是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她說爸爸媽媽其實很緊張小朋友 無處不在的,不過又經常不在 我經常想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我們監視著她,看她每一個行為、表現 但我們的心沒有跟她的心連結 為什麼會不連結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看法跟她的看法不一樣 很簡單來說,我們覺得她最好早點睡 最好呢,就不要打太多機 最好呢,就不要經常顧著看手機 覆WhatsApp 最好呢,就吃多點東西,喝多點湯 做多點運動,等等等等 不過,我們覺得最好 是不是她們覺得最好呢? 我們經常說這樣是為了她好 但是她明不明白呢? 她能否擁有這種對她覺得好的理解呢?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先學習去明白她們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很簡單,我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媽媽說 兒子答應了陪她去聽託 誰知道她在打機 打著打著打著就不肯去 媽媽就跟兒子喊完膠才來聽託 問我怎麼辦? 通常她就問她 為什麼叫她不打機 答應了我的事要陪我呢? 這個是媽媽的角度 但是兒子 為什麼會打著打著 答應了都不肯動呢? 他本來肯去的 為什麼不肯動呢? 後來才問到 原來打機有聲呢? 兒子打機打到要聲呢? 誰知道媽媽就說停 走了 對兒子來說 很大的損失 下次可以怎樣? 你可以跟她說 如果你告訴媽媽 下次你再陪我去吧 這次等你 打完 但是你要做功課 你可以跟她說條件 亦都說數 父母和孩子 我經常都說 永遠有得談的 當我們願意明白她的處境的時候 說不定她便願意噴一步 請她忘錄 很多往人 那可以 爽 與